9月12日起 中天综合台 最新一季 中国好声音4 近两年国际奶粉的价格暴跌了七成 但是国内的婴幼儿奶粉却是不跌反涨 引发了民众质疑 那么原来是因为价格下跌的全脂奶粉 不常使用在一岁以下的婴幼儿奶粉当中 大多是添加了乳清蛋白 还有麦芽 胡晶等等的营养素 这原料的差异性才会造成的价格的不同 谢谢大家